退林還耕吃緊 突然開始平焚 黨媽不拿人當人 殺父奪妻之恨 一號文件出爐 黨官雞血井噴 這回群眾特急急 緊急問習仲勳 太上皇帝聽真 我等樓以草民 你兒今上校一尊 要玩退林還耕 留地不留人 不光活人 快人快語 天下事 京腔京韻 老北京 各位新老茶友 觀眾聽眾 大家好 歡迎光臨歡樂醒腦的老北京茶館 品大碗茶 聽大實話 我是劉卓 我是李正 各位親海外獨家對口食證相上頻道 老北京茶館又跟您見面了 牆裡牆外 金句妙評 歡樂開掛直面人生 乾淨世界新茶友 別忘了訂閱關注 為哥倆點贊 油管新茶友 請打開小鈴鐺 及時接收最新節目信息 好嘞 茶坊一掛 段子先行 開板上段子 咱們書接上回 五一連假 浙江金華恆電影城 祖孫兩位女士插隊發飆 茶友們紛紛發表了感言 感同身受的 憤怒拍磚的 分析理解的齊了 茶友小魏就說 我經歷過 有回在北京機場抬隊等出租車 一中年婦女從外面擠進來 直接擠在我西人老公的前面 我老公當時目瞪口呆呀 不知道怎麼回事呢 我開口就說了那位女士 她回答 我又沒插妳前頭 如此不堪 我也只能不理她了 太丟人了 這也是黨啊 叫出來的 黨國外交為什麼老玩戰狼那一套啊 就是發現規律了 老外基本只會 目瞪口哉四個字 完了就是不知所措 老百姓這邊也跟著學 不過還好吧 現在這招有點耍不靈了 對自己同胞也一樣 茶友說了 以前回國 護照不能在網上購票 老老實實排長隊買票去 剛到窗口 就被隔壁窗口的大叔平夷插隊 還有一回在上海紅橋取機票口 被一大男的 自說自話插在我前邊 當時我還帶著兩個年幼的孩子 真是背了個大嘴 只要大男人不尷尬 尷尬的就是這位女士和倆孩子 您說跌份不跌份吧 茶友不說嗎 中國疫情那會兒 聽馬來西亞脫口秀 人說全世界都放開了 只有中國人在排隊做核酸 當聽到這句 大家全場 當時就嚇死了 因為中國人居然在排隊 服了大馬人對中國人排隊 感覺到的都是驚恐 這不可能啊中國人排隊 也有積極看問題的 聽茶友金句 插一個隊紅得國外去了都 多少國內藝人都做不到啊 羡慕肚一恨啊 撮火 就怕紅到外國 順便傳播這插隊 這門獨門秘籍 那就瞎瞎了 有茶友不跟咱說嗎 中國排隊可以平移 可千萬別套用到臺灣來呀 臺灣排錯隊 馬鈴重新排起 謝謝謝謝 茶友舅舅還從插隊女士的辯解的貼文裡邊 讀到了外交部位 這有味 責任全在對方 要求對方道歉 多麼熟悉的聲音 有毛寧和老話話的媽背書 才會如此理直去壯嗎 你說話的媽背書 我覺得真正背書的總書記那句 中國人民是不好惹的 惹翻了事不好辦的 茶友說了我相信向游新生這幾個字 這兩個人是在一個什麼樣的環境下長大的 那個婆婆的眼神實在太可怕了 什麼環境是不明白什麼 信奉鬥爭哲學的叢林環境 網友真分析了 老胡發言跟那位女士的自辯之詞聽得出來 都是受過教育能言善辯 而罷他就是不講德行 內心選擇惡 寧可強硬的狡辯 也毫無反省之意 這事雖小 小中見大 這鬥爭意識的教育 讓人性的善一點點磨去 惡一點點增長 為了利益 小則咆哮 大則 喪盡天良 其實看來是小事 其實不是小事 古人怎麼說來著 物以惡小而為之 物以善小而不為 說太罪了 其實某種程度上說呢 在大陸生活過的人包括我們倆我和劉卓 多多少少都沾染了黨文化的習近 可不嗎 不習慣和平謙卑 有時候還忘了遵守規矩 所以曝光這些事兒也是我們自己的一面鏡頭 沒錯 圍觀別人的醜態 其實也是審視鏡子裡邊的自己 沒錯 給自個兒敲個警鐘 其實說到五一出遊 每年類似這種寄星上演的鬥爭小插曲 實在是太多了 這祖宋倆發飆還僅僅是 君子動口不動手呢 那動手的都大有人在 怎麼說來著 今年五一光半懸空 就發生了兩起動手鬥爭事件 半懸空 河南新鄉高空纜車 還有萬米高空之上的飛機 萬米高空飛機加纜車能打起來 打的不可開交 河南是5月2號 新鄉保全崖天下景區 幾個人被搶最佳拍照位置大大出手 萬米高空那個是4月29號 首都航空公司JD5245航班 兩名女乘客也是大大出手 起因還特金毛蒜皮 後排女乘客膝蓋頂前排座椅 前排女乘客多次提醒胃果 出手拍後腿 終於升級為鐵拳鬥爭 就為這麼點破事啊 網友也嫌破 調侃說 丟人丟到天上 打架打出高度 您往這兒看 嚇死寶貝了 這決鬥氣勢整個一身仇大恨 下狠手啊 絕鬥身仇大恨哪有那玩意兒啊 都是一時不順眼不順氣 一瞅敵人又不是黨員幹部 那還等什麼呀 下雨天打群架 閒著也是閒著 打唄 黨埋子鬥爭和仇恨種子 溫度一時和就發炎了 耗子扛槍窩裡橫 就跟韭菜齊裡有本事 挑戰韭菜沒壓力 挑戰體制、挑戰黨 一般人直接就忍了 有人邱瑞啊有云 總是把勇氣、省敗、刀刃上 你們不看刀在誰手裡攥著 各級黨官 當然了說了半天好像挺悲觀 其實燕召多慷慨、悲歌之勢 中國人裡邊從古到今天 一直有為民請命 敢為天下先的勇者和義士 那絕對是稀有珍貴族群 要格外加以保護那種 真是沈公子的話 最近有兩個消息 主人公都是勇者和義士 只不過因為勇敢的人太少 他們在替懦弱的人承受苦難 倆消息您說的是方斌其中一位 是不是 武漢公民記者勇士方斌 還有一位709律師王全璋 這倆二位可是真爺們 真正的勇士和藝人 武漢方斌被冤判了三年之後回家 被黨逼得流落街頭 709律師王全璋一家住賓館 警察逼著酒店轟他們帶著孩子 退房走人 共產黨是徹底準備把這壞事做絕了 話說披露武漢疫情死亡情況的 武漢公民記者方斌 遭中共秘密判刑三年之後出獄了 知情人透露方斌是4月30號出獄 被武漢警方直接送到北京 跟他兒子見面之後 方斌又被北京警方直接送回武漢 你徹底在自己的祖國流浪了 自由亞洲報導這麼說的 方斌的兒子受到有關部門的壓力 不願意讓自己父親在北京住 於是就請方斌吃了頓飯 買了這件衣裳 之後北京警察直接給方斌買高鐵車票 把方斌送上回武漢列車 1號早上9點 方斌抵達了武昌 見到了自己親切 德國之聲報導說 方斌1號早上回的武漢 曾經短暫住的姐姐家 當時也是受到警方社區的嚴密監控 1號下午方斌去漢口北批發市場 看自己的漢福店 發現貨品已經全部被清空 找饒人鎖回了 再後來情況是 方斌的親人好像也受到當局威脅 說不讓收留他 有知情人也這麼說 武漢市公安局國保政法委連夜開會 商量怎麼把方斌趕走了 不讓他留到武漢 現在北京武漢兩邊公安是互相踢皮球 都不想讓方斌在自個兒的轄區住 影響自個兒的政績 目前公開可見的報導是 方斌1號晚上已經在武漢街頭流浪了 身上也沒錢 也不准接受外媒採訪 還有人貼身跟蹤監控 就倆字報復 您說共產黨是不是邪黨啊 共產黨的執政邏輯其實也特簡單 不能讓好人有力追之地 沒錯 其中有律師王全璋不也是嗎 自打出來以後 當局一直騷擾他 最近更是 在北京租那房子被斷水斷氣 無論走到哪都是被一大堆的便衣尾隨 找到新住處都特別困難 王全璋妻子李文足就說 跟蹤我們那人直說了 你們就這樣了 還死扛著幹嘛呀 山東多好啊 回去呀 行把全璋律師一家全趕回山東去 到山東那邊他也是一樣 還得往北京往回趕 就在昨天嘛好像是 全璋律師一家住進了北京新國展酒店 剛入住了10分鐘 這酒店服務員就敲門來了 要求退房不讓住 您往這看 您說什麼聲音大點 因為裡面在洗澡睡 聲音很大聽不見 您這邊空腦在這就哭了 為什麼呢 因為您先出來吧 睡了 我們已經洗澡睡下了 您說這都什麼玩意兒 連讓不讓人活吧 您說 僵持到最後李文足發推 剛才酒店值班經理打了電話 說他們跟派爾索溝通好了 今天已經入住的客人正常入住 讓我們今天就踏實住著 謝謝大家關注 今兒踏實住著明兒呢 您說這什麼玩意兒的共產黨 你說這幫狗們 為了狗糧真是不講廉恥了 算了說這事兒煩 這好人受難的事兒 咱就先點到為止 聽著心裡有點難受 咱說點歡樂的吧 挺歡樂的 行給您準備了 話說今天是北美時間5月3號 國內五一連假徹底歡樂擰 歡樂還擰吧 絕對擰吧 黨國南一號習總書記近平正生悶氣呢 一通質問小思 誰發明了個5月呀 好好的4月不過這不找茬兒嗎 這不4月剛過完嘛 那還可以過6月呀 秀才御戰兵了有理說不清 這6月得5月過完了才能到啊 人家一正常月份安排 這招誰惹誰來這月份 正常月份 正常月份怎麼都說 黨中央頒布2023年1號文件 實施農村桑葬改革 5月份開始平墳 要把老百姓祖墳都給產平了 不是您說又要開始平墳 誰出的缺德主意啊 缺德 嗨 覺悟不是一般低 我又低了 跟您講啊 大陸媒體門戶網站可不認為缺德 人網易新聞都表態了 決心特別大 直接給黨中央一號文件 配了一張圖 湖邊上一排高速入雲的大墳頭 底下是明晃晃黑體字 中央一號文件 農村桑葬改革 5月推廣平墳 農民 拍攝充分 這什麼眼神這呗 湖邊那是一排墳頭吧 啊 什麼東西 那不是一排墳頭嗎 裝傻充愣那人 人家那是山水風景畫 綠水 青山 山 山 拒絕 金山銀山不如青山綠水 綠水青山已經out了 現在是退林魂羹時代 要落餅翻個 綠水青山不如金山銀山 這什麼意思 就是山上種樹再漂亮 也不如把樹砍光了 種水稻 種麥子 種棉花漂亮 到了收穫季節 妥妥的金山銀山 我的媽 這黨的好政策浪漫勁一上來 破壞力有點催枯拉朽啊 您說太對了 催枯拉朽 催的金山銀山都提前了 金山銀山提前 這什麼意思 那金山銀山不得種了莊去 什麼水稻小麥骨子各種糧食長成的時候才金黃一片嗎 那小麥骨子 沒錯這是金山 那銀山得能秋後棉花全成熟了開始採摘那才叫銀山呢呀 甭等到秋天 一場雨就提前實現了 您這又什麼意思呀 那不嘛新總理李強還以為萬事大吉坐等秋天直接豐收田野 一眼望不到頭呢 沒成想 今年雨多 糧食還沒到呢 泥石流先來了 黃色的 啊那砍樹造的梯田全毀成一片了 金黃金黃的 您往這看 我的媽呀 您說這怎麼辦呀 這不徹底外泥了嗎 所以 各地政府正嚴厲打擊 擅自發布小視頻 不太 尤其農民手機 黨有意推廣 非智能不能拍照錄小視頻手機 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這問題解決的達到掐樹葉的境界了 這被蓋過 不過現在樹葉不好洽了 全被黨帶領不明真相群眾給連砍帶罰 光了沒樹葉 錯誤 砍光了是夠錯誤的 對了 剛才說半截老習生什麼悶氣 什麼五月平坟的事兒 怎麼繞繞繞 泥石流這兒來 對了 泥石流來的不是時候 還說倒楣的五月吧 倒楣五月 錯誤 倒楣跟您講 老習一手提拔起來的鐵桿李強 五月平坟的一號令一下 催哭拉朽 把老習習大的給催哭了 這一尊搬起後浪李強這石頭 砸了自個兒的腳 砸正好 相當嚴重了 瞧開板 注意注意 前方高能 悟好小心臟 又心臟了 賞圖片了各位 您往這看 啊 這不會吧 習近平家老爺的習仲勳的靈元 墓地管理方開始帶頭退臨還耕了 您更會說 習仲勳靈元帶頭去臨還耕 您怎麼不說把中南海小市場給添平了 中水道 這不是我說呀 您這照片上宣傳標語的跟那擺著呢 退臨還耕 平均重糧 領導幹部以身作責緊跟習主席號召的形勢 挫火 撞上這麼個緊跟形勢的 總書一天得背過氣氣多少回 您這什麼意思 不是靈元自個掛的 啊 那難不成是境外反共勢力、境內反習勢力 給總書一天堵上眼藥勢力幹的 判斷十分精準 加十分 行什麼沒幹 我上來先得分了又 先別高興太早 到底是活人掛上去的 還是AI掛上去的 還是習仲勳習了爺子掛上去的 還不一定呢 別這麼嚇唬我嘛 這還是習老爺子自己 你把靈元管理員全給人嚇跑了 灰頭長草都沒人拔 一尊可得給你打電話 不不 不好 有人要打詐騙電話 挫火又成詐騙電話了 算了吧 習老爺子又甭驚弄人家了 說說您剛才那活人掛上 還是AI掛上去的這事兒吧 多簡單哪 就是一張圖片 看著確實很像現場實拍照片 問題是誰知道有沒有人運用了高科技手段 給習老爺子漢白玉坐向欠邊PS的一個家常和服啊 啊 境外勢力機器人要存心惡心一尊 給退林還耕添堵是 順便惡心惡心平焚 雖然黨有關部門在網民提醒下 已經意識到 習大的他爹那高山陽趾的陵圓 也是一座加長加大加寬墳地 所以緊急辟謠說 黨沒說要平了所有的墳 有的墳根本用不著平 我這是怕引火燒身這是 趕緊往回著吧 反正照片流傳網絡之後 有關部門才發現找不晚了 啊 網友們全跟Happy這個爆款大橫幅呢 說的有鼻子有眼 跟他們掛的是 這有點麻煩 直接給生米做成熟飯 吃飽的看橫幅 不錯 有點意思 還有點意思 總書醫都凹凹是什麼樣了 凹凹 把小思嚇著 最近都不敢扶著一尊翻牆了 老有人跟著念叨 希望習主席能以身作責 先將他老爸這個佔地四萬畝的私人墳地給平漏 退林還耕 歡迎大家 廣大網友 積極轉發 齊一活 總書醫表示 都是紅二代 憑什麼讓我先跑啊 要跑先把八把山先給我跑了去 這行了 這位會急轉彎 要跑咱們一塊跑 誰也甭閒著 其實這是氣話 一尊能捨得習仲勳老爺子那萬畝大靈圓嗎 萬畝 貧窮限制了您的想像力 人家是四萬畝好不好 是四萬畝知道了 剛才您不說了嗎 知情人透露了 習仲勳領寢 佔地四萬畝 相當於三分之一個香港島 比照太上皇的架勢 極盡豪舍之能 不過紅色橫幅的圖片有可能是網友批的 人心頭殼目前尚無法證實該照片的真實性 您說給這心頭可給嚇的 心說了 我們可不擔那風險 萬一要真是真的 回頭懷疑是我們總編小編打小面過去掛的 掰著不清楚這是 車費貴了 說半天哪怕有人在照片上掛的 那也是因為民間積怨太大 多少防風林砍了 多少梨樹橘子樹拔了 是啊 全是老百姓的血汗錢 回頭再瞅 四萬畝山林種草種樹閒著 老百姓能沒氣嗎 可不嗎 看來李強完全沒預料到 跟一尊那手指都跟習仲勳靈元那邊去了 這小漁情要是擺不平啊 這坑可就挖大了 五毛戰狼小粉紅 網絡水軍自乾五 黨的各級好幹部 全過來看看中國大陸發生了什麼 是我們承包來的竹園 已經管理三年了 你看這筍種都養得多好 這麼好的竹子要砍掉了 太慘了 這慘不忍睹 這農民的心哗哗流血 說半天全是海外的人替牆內事道捉急 尤其開板說的底層腹壞 無論看起來多豪橫 全是底層的草民 不敢對暴政說不的人 黨眼裡邊看草民都是軟柿子 僅僅就是一群爭吃爭喝的賤民 賤民 其實是真實的反映了中共的心態 沒有勇氣質疑公權力 只敢在同階層的平民百姓裡邊 搶奪點所謂的特權 沒錯 這樣做只會讓中共看著的 其實大家伙都是底層百姓 本來應該是互助的一群人 學會同胞之間互相寬厚忍讓 學會對真的勇士和藝人 尊重珍惜 愛護聲援 像個正經人 像個好人那樣活著 民智會開啟 真相會到來 中共會走入歷史 好嘞送人好茶 手有餘香 乾淨世界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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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